手游酷玩 车呢他给你惊艳然后基本上合几下就剩你了升级完之后呢再给你剪然后就如此重复 在前期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后期呢如果不光看广告的话你只能单纯通过比赛去进行 这个游戏 现在呢也是强制开始让我比赛了但是我不要着急我先把车合了行不行先合一个五级的车啊可以了 合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也是啥都不想干这样我开始比赛 比赛的比较简单大家通过滑动这个屏幕然后会去创前面这个车 每创一次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加速然后地上有这个加速带侧上这个加速带呢我们依然可以加速然后只要跑到第一就可以了 游戏呢确实是这么一停啊比较简单然后实际操作呢也没有那么太难 主要的就是如何完美的采购所有的加速带就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直接从盗主一跃啊追上这个第一名然后把第一名创掉啊结束啊这个 死频道不对死到有不死频道啊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现在呢冲过终点的车只要创了我就会被创匪毕竟我们是第一名啊这个保护措施呢也是做的港港 现在呢他问我是不是喜欢此游戏啊不好意思那个我不接受然后呢继续去合我们的车 前期还是以合车为主因为合车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需要把这个车合到高等级才能给大家足够多的紧闭 现在呢也是完全不着急继续去合我们的一个小车 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合然后凑足了一个蓝车之后再一次合成 黄车 没有钱了呀但是白车也是可以升级的 升到这个等级之后哎 不对我这乘车呀完了 这就是我现在说一下这个游戏的情节这个游戏我只给了两些人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现在我其实在点击屏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已经是我重开游戏之后了因为我在点击屏幕之后呢他在玩了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就卡死了 如果联网玩的话这个时候他会给你蹦出来一个广告 但是 由于我没有联网所以说他可能检测到我的 网络没有连结他直接就给我这个游戏卡死了 这个我就没太想明白为什么游戏要做成这样啊因为如果你是强制要看广告 而且你这强制方法也太强制了他直接在你游戏 内部啊就你玩玩玩他就跟你谈一个谈完之后呢 只要你没联网他就自动给你这个游戏卡死了就比较闹心 游戏呢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给两句评价的纯粹是因为他这个广告行为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爽 别的广告呢也是为了获取一些道具或者怎么样啊然后看个视频啊看看广告啊 在前期资源比较溃吧情况下然后如果说是想快速玩而不是想慢慢去发展的话 其实看一个广告也无可厚非 这个也是眼界游戏场上 赚钱的这么一个路选 但是你这样是的只要我不看网络啊你就给我卡死确实是有些过分 前期的紧笔手艺呢主要来源于 大家的一个合成车辆然后其他的呢就是 用于 比赛吧比赛还是比较快的一个途径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然后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车辆老是出现这个红的不太满意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这个 给你来一个纯正的这个牛型叫 卡斯啊这个 通过这个卡斯来合成然后合成完成之后呢他会 啊就是给你提示哪个车然后他会变成这种箱子然后打开箱子之后呢就是大家想要的那个车辆了 这时候我也不确确定我能不能把这个车升到一个比较高等你现在看来应该是等级不太够但是没有关系 慢慢等就好下面还有很多车辆然后让我们开始再来一把 这个游戏呢还是比较简单因为本身没有飘鱼什么的特殊性质大家只需要一直往前跑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过于复杂的操作 然后期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因为后期可能你不过加速带呢你根本就拿不到比较前方这个位置 还是需要不断的去创建对面和踩加速带来让自己保持领先地位 那本期视频的到这里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 叫做毁灭大自杀如果喜欢此游戏请观众们收看感谢您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